如果給孩子一個正向 那前面這個算打擊的話 他應該把他丟掉 如果那一次呢 是糟糕越來越差 那他跟另外一種心境 所以我要是說 盡量排除這一次 家長所自辦的 這個Monitor的衝擊 那麼沒有辦理這個 沒有機會的參與這種的 就像剛剛永家兄的 還有多少的孩子 他是在各縣市 他也可能會到最後 捨棄他該縣市的免事名額 然後跑到台北市來考 但是他也可能是 在他家鄉的高中 我舉例來說 彰化高中 彰化禮中 也是當地非常受歡迎的 也當地第一支援 他未必要在跋山涉水 不必要離向背景 跑到台北來 也就是說我們很高興 台灣地區各地方都有 不斷在進步的學校 然後不斷在嘗試 自己建立自己特色的學校 然後也有一些 是究竟就已經是 很正常的學校 他們的老師在學歷上面 在校地的面積的分配上面 在學校的資源 或者是圖書資源上面 都可能不會比我們傳統的 最高深化的 那我們到底羨慕什麼 我們可能還是回過頭來 關心督促 期待 鼓勵 你家鄉附近的學校就要辦好 因為他們拿國家 差不多一樣多的建會在辦 沒有道理辦不好 那顧問你怎麼來看 因為很多人對 社長年國造一大質疑 也包括有沒有可能導致 屏幕差距的問題更為嚴重 超而比序的狀況之下 條件比較好的家庭就可以幫孩子做更多的準備 相對來說 有些孩子的家庭就是沒有這樣的實力 是不是導致貧富差距反而會更加嚴重 是 之前說 十二年國教會造成貧富差距更嚴重 我們倒不是這樣看喔 其實目前的多元入學 才是造成貧富差距的部分 因為他也有多元的能力 那多元能力就要有多元的經濟來栽培 才有多元的能力 那貧困的孩子他們沒有辦法有多元能力 所以十二年國教 我想各縣市比得差不多 就比個會考 那你就要跟著學校的腳步來走 那其實都能考到不錯的成績 那你應該就有不錯的高中值可以唸 所以說外縣市在羡慕太 其實我們滿羡慕外縣市的 台北市有3萬個學生 基北區有7萬多個學生在一起競爭 那個競爭壓力是很重的 所以在這種競爭的態勢之下 這個學生要求多一點練習 學校要求多一點練習 我也想這也是必然的啦 尤其是我們傳統很多 明星升學與導向的明星高中 自從十二年國教之後 我們發現有個遷徙 就是孩子有些家長寧願放在就近的 學校去念 他不願去擠那些 以升學為導向的國中來念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前一陣子在推的 就是校校等值嘛 我在這個學校表現好的時候 我就自然就可以 就像現在大學的繁星計畫 我在某個高中 如果在校內表現很好之後 國立大學就保留我名額 我可以用繁星進去啦 我不必去擠那些 所謂的明星學校 擠了那些明星學校 搞不好連國立高中 國立大學都進不去啊 所以慢慢之後 校校等值會出來 因為以前是政府坐莊 用一個考試方式把學生考試 考試之後把滿分的送到某個學校 分數差異的送到哪個學校 是政府坐莊的分配明星學校 我們希望十二年國教之後 是由學校自發進的努力 我學校很認真 我校長很認真 我們同心協力把學校建設起來 讓我們的學生雖然進來蠻普通的 但是出去的時候都是明星 不過這樣也挑戰大家想說 精英教育有沒有存在必要 那我就補充了 剛才講的 政府做莊 然後把學生 要石油再蒸六這樣分六 分成一層一層 難點高的難點低的 然後所以就各有花落他家 但是我就舉彰化地區的兩所學校來說 彰化女中全部都用免試 彰化高中第一年才用55%要特招 但是彰化高中最近又撤毀說 他希望降低了 他發現也不需要用特招了 對不起教育部的國教署 不同意他這樣這時候改變 要改變第二年 那他當然也只好說 好吧 那我就第二年改變 可見他也要準備改變 宜蘭地區不管羅東高中 他過去是收PR80到99的學生 宜蘭高中百分之百 通通都用免試啊 他也就夠啦 這些孩子將來考上 所謂的國立高中 或者甚至考上明星的科系的 一樣一大堆 為什麼羅東高中敢 或者是願意這樣做 宜蘭高中 蘭良女中都是這樣子 那再加上剛才講的這個彰化女中 所以如果全國都回到免試 雖然這個免試還是要考會考 但是至少就不會再落到 第二層的特招 那我們剛剛講的 特招模擬考 當然就順勢就取消了 那這個過程可能是陣痛 包括彰化高中他的覺悟 不是說彰化高中一定錯 但是他現在覺得要調整 這就一個訊息 我希望全國的觀眾 都能夠看到這個訊息 代表特招也許不一定要 那免試之後呢 縱使說你覺得有點誤差 我是A++怎麼會變成是 到哪一所學校 然後那個A++同學 反而到 因為我所學校 三年後才知道 十年後才知道 人生二十年後才知道 那這所學校 因為你的到那所學校 他很歡喜的 把你借進來了 把你教得好 將來你證明 你的學校是好的 所以其實有些學校 已經開始在做出調整了 高海顧問有講到 現在出現了一種狀況 一種遷徙作用 學生選擇就進念 而不一定是到 所謂的明星學校去念 另外一種遷徙狀況 是不是也正在發生呢 也就是比較多的孩子 寧願選擇私立學校去念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十二年國教強調免試入學 為了提升國中畢業生的競爭力 教育部修正 國中小學成績評量準則 但根據調查 北中南十所國中 發現這幾國二生 沒有達到四個領域及格的 有10%到19% 也就是五名畢業生 屆時就有一人領不到畢業證書 以全國二十六萬國中生來算 可能有五萬多人到明年畢業 都只有國小畢業證書 那今年開始它多了一個門檻 從三個領域變成四個領域 那四個領域 你是不是要從語文領域 從數學領域 從自然與生活科技 包括社會領域當中 還要有個領域拿到幾個 你才能拿到畢業證書 在101年5月7號的新規定中 要求畢業標準必須七大學習領域 有四個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 平等以上 也就是60分才能拿到畢業證書 就是指原本在七大領域裡 如果健體、異文、綜合及格 就能拿到畢業證書 現在得在語文、數學等學科裡 再及格一科才能領到畢業證書 卻導致可能很多人領不到 如果他拿不到畢業證書 他以同等學歷還是可以升學啦 不過拿不到畢業證書 畢竟是一個遺憾 可能的那20%是弱勢 你如果去協助那些20%的弱勢 也能夠拿到畢業證書 這個我想是政府的責任 香港團體建議提高畢業門檻並非不好 然後去考建中北一女 接下來去考台大 現在的想法是 明星私立學校直接讀六年之後 直接去考台大 來看看錄取率的部分 就知道現在私立學校有多麼的搶手 在台北市相當有名的 再興中學的國中部 錄取率是16% 嚴平中學的國中部 錄取率只有6.29% 非常難進去 所以老師先讓我們來看 我們說到12年國造的推行 希望能夠減輕孩子的壓力 但反倒是把孩子推向競爭 非常激烈的私立學校裡頭 您剛剛講說 有些家長乾脆把孩子 送到私立學校念六年 再進台大 這個不一定進得了台大 那就是進得了台大 就我自己從政大這一端來觀察 六年當中都在私立學校 進到政大以後 表現不見得比那些公立學校的孩子更好 原因是說 尤其是很多升學 很填壓式的這種私立學校 真的到了大學以後 這些孩子的創意 其實已經是被消磨殆盡了 因為你想 六年當中 每天七點鐘上學 九點鐘十點才回到家 這樣的孩子青春 這六年當中 其實他經歷 創意各方面消耗殆盡 想想這孩子真的很辛苦 是 所以就是家長 對於要不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 其實是要仔細去思考這個問題 第二個部分您講的 我覺得比較關心的 其實我比較擔心的是 這一次的會考當中 突顯出我們的孩子 尤其在國二的時候 有將近可能是四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的孩子 可能需要經過補考等等 也就是說 在您剛剛提到 就是整個學生的學習曲線裡頭 兩端高的 跟成績比較落差的這些孩子裡頭 尤其是成績比較落差的孩子 我想李嘉童教授等一直在講這個部分 他不是到了國中才趕不上 他在國小五六年級就已經趕不上 而這些孩子就是將來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都有機會念高中 高職 甚至都有機會念大學的時候 他的能力仍然沒有跟著上來 這個部分才是十二年國教 最應該要去注意的 而且這個補救教學不能夠 只從國中開始 成了國小五六年級就開始要有 相當的去檢查的能力 然後到了國中之後 怎麼樣不同的課程 各方面的幫助這些孩子恢復信心 然後願意投入學習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也是十二年國教裡頭 我覺得 與其大家一直在談 這個進入明星高中等等 不如把教學這塊好好的教好 能力分組 這個多元的適性的學習 好好的做好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對比較落後的學生加以補強 對比較精益的學生 可能給他們所需要的教學內容 那副理長你怎麼來看 所謂在十二年國教的政策之下 私立學校反而佔盡好處這種說法 這一點如果不是去年六月的時候 高級中等教育法在立法 對35條36條有處理 恐怕問題會更嚴重 因為這是一個制度設計的時候的一個miss 簡單講如果我在高中值是需要 是可以直升的 而且是全部給他免學費的補助 但是在國中入學的時候又是可以挑選的 剛才主持人有講到說某一所學校 他的國中入選率可能是19% 如果是他是考取 那代表是用比試測試 然後篩選學生進來的 那這樣的學生經過篩選以後他會有協同存證 或者是水準比較整齊的問題 然後他又藉由直升 直升如果又不是要設限 不設限以後到了高中時 又全部接受政府的全部學費補助 各位觀眾朋友 你覺得這樣子的制度設計是很平的嗎 顯然是有問題的 所以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最後高級中等教育法 立法三讀之前的協商 有把這個學校分成兩類 一類是你準備不接受 政府學會補助的 我想很多家長其實不在乎補助 但至少先分清楚 那如果不接受政府補助的 您可以享有最高85%的直升 換句話說剛剛主持人說的 可能從國中到高中 六年一貫就有可能 第二個如果您是念的是 要接受政府補助的 那很簡單 你從國中到高中的時候 最高只有60% 五年後還會降低為50% 那當然就至少會讓你 會不會直升這還不一定 那這個東西會產生一個 生態上的變化 最重要的是 國中階段到底該不該 以篩選來入學 那這涉及到國民教育 很基本的精神 就是私校的國中部 到底是不是國民教育 你如果用抽籤的那也就算了 抽籤入學就認了 你如果是用挑選的 不管是挑射精背景 或者挑治癒成績 顯然就還不是國民教育的精神 但顯然現在大家都這麼做的 是 我了解 所以我們就說 最少那時候在立法的時候 最後有把它完成分流 就是私校可能要分兩類 然後如果它三級私校 例如高中 國中 國小 都沒有接受政府補助 它應該享有比較大的自主權 這個可以理解 全世界各國都有這樣子 但假設它是高中職 也準備接受政府補助 學生進來都免學費 它跟一般的公立高中職 是一樣的條件 至少你至少 不能讓它在國中的時候 是這樣挑選的 而且在職生的比例上面 到底是以國中生為比例 還是以高中的招生兒為比例 這還有學問 所以我簡單的講說 私校應該給它好好的經營條件 而且有些家長 他一定比較信任私校 例如他的在校時間 可能留得比較長 長到比一般的人公尺還要長很多 簡直是已經超十公尺了 在學校吃兩餐 三餐了 但是我們家長覺得說 免除我的後患 後患跟後顧自幼 有這樣的家長很期待 但是畢竟如果我們社會要回到正常 這樣的東西 能夠控制在一個比例比較好 回過頭來講剛才的 到底有沒有國中生 會有20%不能畢業 這問題我們關心 你有沒有想像過 有很多學校在過去 因為第一代的免試入學 就是98學年度到102 如果觀眾朋友有注意 那個時候是用在校成績就決定了 學生可以上高中職 那個時候為了要能夠有鑑別度 很多學校命題就偏難 第二個 如果說在校成績很重要 或者是現在又因為會考 因為特招 所以我要把題目命成 準會考 準特招的題目的難度 糟糕永遠都很難 你永遠很難就有學生 本來是考稍微簡單的題目 合乎能力指標的題目 大概就考得及格 但是你要考那種準特招的題目 可能就考三四十分 他會從及格變成不及格 從本來是可以學習的 這個共同的學習者 變成什麼 邊緣人 這種把孩子用制度 用命題難度變成邊緣人 要把它分流 對 是不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要說的是 三領域變成四領域及格 本來我們大家都覺得沒有關係 剛剛吳理事長有講 他照常可以畢業點 畢業地可以參加 畢業照也可以照 畢業旅行都可以去 畢業照常畢業 只是有沒有畢業證書 還是拿的是修位證明書 對他升學完全沒有影響 真正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就是從國小中高年級 開始做補救教學 中高年級的補救教學 然後再結合的國中 國中現在後35% 都是經過篩選以後 他有意願他就可以參加補救教學 不是那種原班原師之 全班留下來第八節加課的 是那種真正量少執經的 這個他有用 不是去再去辦補考 辦那個補修 因為補考補修到最後就是 再合法化 然後放水 你騙我我騙你 自欺欺人 那個是沒有用的 所以不要再去設補考或補修 而是要回頭過來 把補救教學從中